还记得之前的时候咱们做了冰的特性 这次我们又来盘点啊 各品质中最耐用的火系植物 你觉得是哪一株呢 1.白卡火葫芦 白卡里的话就只有火葫芦了 这植物比较鸡肋 属实是不好用 杰克兰瓜手动的时候 火葫芦就可以称得上低配版杰克兰瓜了 这植物虽然看着不咋样 特性还蛮多的 能够产生贴土火焰 专门的大招还会当当内滚 干掉飞船不好用也就它了 2.绿卡火焰豌豆 中规中矩的植物 没啥特别能干和突出的 反正麻麻糊糊 也没啥特别的实用度 除了冰河世界出现的多 需要它高阶才能降低难度 其他的用与不用都无关紧要 话说为啥官方的设定 火焰射手居然是女性植物 突出一个火爆吸气 3.兰卡辣椒投手 其实兰卡里火爆辣椒更厉害 可惜是一次性植物 伤害税高但是冷却太长 所以如果是选火系的话 也就是辣椒投手了 话说为啥火焰植物 这个游戏里这么蛤蜜啊 和冰系天壤之别 那么它有什么用啊 作用和火焰射手一样 让你过关卡简单一点 仅此而已 4.紫卡烈焰菇 紫卡里面火焰植物也挺多的 近战的火焰花拳手 并不算好用怕死 在那海藻蛮不错的 但是没有自主攻击性 不说本来它也是功能植物啦 不能要求更多 烈焰菇我很喜欢 伤害很高的 一伤形态之后还有群攻效果 大招和五接之后的攻击 都能得到大的提升 算是紫卡输出里比较不错的植物了 5.金卡火龙草 金卡里的火焰植物最多 这里我就不一一叙述了 主要是火焰植物 比的就是输出 那么谁是输出第一的火焰植物呢 那必须是火龙草了 低阶时候虽然攻击范围广 但是五接的质变却是效果拔群 滚滚火龙 谁来谁起火 以上五株植物呢 极为小沙认为 各品质中最好使得火焰植物了 有不同看法的同学 欢迎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 万物接个测评 我是小沙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